我们来整理一下海底地形的区分 顺便把深海探测的一些成果 包括钻探 跟各位整理一下 讲义提供的重点 首先第一个重点是 海底地形的三个主要分区 从大陆往中阳级来看的话 可以分为大陆边缘 阳底盆地跟中阳级 那各位把几个重点掌握住 考试应该就够用了 第一个是大陆盆 大陆盆是水深在200公尺深以内 地形非常平凡的区域 因为绝大部分在这个深度 是阳光可以照射下来的 所以除了浮游植物以外 主要的海洋的生产者 大概都是在大陆盆 大约都在大陆盆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生态区 那大陆盆底下 这个坡度 相形之下就比较大了 这个我们称为大陆坡 浏览就可以 那至于在往 深海平原的方向来看的话 它会有两个不同的 地形特征 通常如果是非活动性 也就是非板块边界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一些大陆边缘的堆积物 简称为大陆原基 而如果是属于活动性的 请注意 这个代表它是板块边界 那我们就会看到 两个板块之间的引没作用造成的海沟 海沟 所以这海沟部分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因为它属于板块聚合边界 属于板块聚合边界 这是大陆边缘拥有的地形特征 主要是大陆坡大陆坡 那有些地方会刚好是属于聚合板块边界 那它就会有海沟这个地形 至于以辽阔深海平原为主的 那一般来说 这个深度平均可以达到 接近4000公尺深 大概就是4公里深 那多半是属于沉积物堆积而形成 所以它是一个深海平原 那底下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深海丘陵 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海底山 很多都是因为热点式喷发形成的岛链 那比如说夏威夷群岛 就是一个在太平洋当中的一个 很著名的火山岛链 那当然有很多是属于所谓的海底山 好这个就是请各位留意一下跟板块和运动有关的一些重点就可以了 至于中阳级不用讲 当然是一个经常出现在考题上的重点 那这边主要是玄武源之沿江上涌的区域 那属于张裂板块边界 另外在中阳级的裂谷之间 有一些大致跟它垂直的破裂带跟转型断层 那这部分你就阅读板块边界类型那边的资讯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来讲海底地形起伏 大概就是浏览一下这一页的相关资讯就够了 那学测曾经考过南美大陆两测 那我们知道南美大陆加上它东边的大西洋 这是一个南美洲板块 那一直到中阳级为止 而它的西测这边有一个纳兹卡板块 是一个小板块 地理来讲它是在太平洋底下 那这边又有隐末作用 所以在南美西侧有所谓的密鲁制衣海沟 那东侧这边因为它是同一个板块内部 它就是看到的是大陆原基 好这个图形各位参考即可 比较重要的是跟台湾相关的知识都要熟读 那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在介绍台湾附近的板块构造运动的时候 你还记得这里有一个马尼拉海沟 向东边引没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铝宋岛湖 包括铝宋岛 那台湾的部分就是南宇绿岛 然后海岸山脉 这个是所谓的铝宋火山湖 铝宋湖 那这是一个系列的引没带 所以各位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引没作用的海底地形 包括海沟跟岛湖 至于台湾东北部这边也有一个板块引没的海沟 那基本上我们前面都有学过 它是一个向北引没 分离台湾向北引没的结果 那它北边有琉球群岛 也就是琉球湖分布 然后呢 它更北边有一个所谓的冲绳海潮 向陆地方向延伸 那就是所谓的南洋平原 然后外海这边有一个龟山岛 另外台湾北部基隆大顿火山群 那这边都是属于板块引没带的一些地质作用特征 那就海底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东部跟南部都有海沟的地形 那至于整个台湾的西半部跟北边 都是属于欧亚大陆边缘的一部分 所以基本上基本上都是大陆棚 西部跟北部的海域 大部分水深都很浅 都是属于非常平坦的大陆棚地形 我们看到这个色差比较明显的 大概就是坡度比较陡的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边都是黄色的区块 代表水深基本上变化不大 而且都很浅 好那这是我们有关于台湾附近板块运动造成的特征 板块运动造成的特征 那至于这一些特征 你只要阅读以后 跟板块构造运动做一个结合就可以 做一个结合就可以 那这些全部都阅读 因为跟台湾相关的 随时都有可能变成记忆性的考题 当做是我们必须要熟读的一些事实跟知识的内容 请熟读 然后我们关于海底的探测 除了用间接的方法 直接的方法 对不起 除了用间接的所谓的海底地形起乎用声纳法以外 我们当然也可以利用政策来得知底下的结构 那这部分知道的就是属于所谓的地质 地质的部分了 那当然再怎么用 间接方法一定没有直接方法好 所以我们目前还有一个海洋探测的方式 是用砖探的方式 那砖探的地点当然可以很多 但是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砖探 直接进入到地寒 那大陆地区的地壳很厚 比起海洋地区的地壳厚多了 而我们因为越往地下 温度压力都会越大 所以目前的主要的砖探 要穿透过末世不连续面 得到上部地寒物质的砖探计划 那选择的地点是在地壳最薄 就是它新生的中阳级海洋地壳附近 因为这边比较新 所以没什么沉积物 然后地壳相对是比较薄的 相对比较薄的 那如果我们要穿透 应该选择这个地点来进行 好那目前我们所知的 经过直接探勘得到的物质 整体来说 在海底 海底最表层当然是 沉积物跟沉积岩 那往下就是属于海洋地壳部分 都是玄武岩值的 比较浅的部分是火山岩 颗粒比较细的玄武岩 深处当然就是灰肠岩 属于玄武岩值的 颗粒较出的深层岩 那再更往下 当然就是跟上部地寒的材料 感染也有关的物质 那更底下就是属于软流圈了 那目前其实我们连末式不连续面 都还没有真实的穿透 这边留意一下 目前还没有穿透 另外当然对海底的参看 还包括去了解一些 古代的沉积物来做地球历史 或地球气候 古气候的研究 那这些资讯 讲义里面这边有整理 目前专探成果 这个请各位浏览就好了 不要背 因为一般考试 都是拿这些材料 当做阅读型的考题 我们待会可以做一些 历届试题练习一下 好 那有关于 海底的地形区分 跟海洋地质的相关知识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最后我们把这些考题 以前考过的学测考题 很快看一遍 这一题当中问的是 乙是属于哪种地形 那南美洲西测 这边有板块隐没作用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深邃的海沟 然后造成这个原因 主要是因为板块隐没 题目没有难度 但是就是要记一些事实 那当时的学测考试 这张图形是教材 每一本教材都有 因为那时候是所谓的 国立编译馆的版本 是统一的版本 所以它可以考 这些记忆性考题 再来请看24题 这道题目比较新了 它这道考题 其实还是在考我们的大陆地壳 跟海洋地壳的叙述 哪些正确叫我们选两个 所以跟前面我们有关于 地球的组成跟结构 还有岩石矿物这些知识有关的 你就背那些一定也够用 一般来说大陆地壳厚度比较厚 因为它是花岗颜值密度比较小的 好 这个是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 那一般大陆地壳平均 大概35公里 而海洋地壳大概平均只有7公里 再来大陆地壳密度 应该比海洋地壳小 这是对的 因为大陆地壳主要是花岗颜值 海洋地壳 则是密度较高的玄武颜值 原因是因为海洋地壳的铁美值比较多了 所以这个地方它写反了 整个反的 大陆地壳是花岗颜值 主要是细铝值的 那细美值的海洋地壳 这样才是比较接近 它真实的组成材料 写反了 再来这一点留意一下 虽然我们目前找到最古老的海洋 注意哦 最古老的沉寂物 是40亿年前 那一般认为是海洋的沉寂物 所以我们推理41年前 就有原始海洋的存在 但是海洋地壳 最老的 没有超过两亿年 最 古老的都不会超过两亿年 原因是因为 板块引没作用 会把老的海洋地壳 让它引没回到地寒 融融 消失的 所以最古老海洋地壳 不会超过两亿年 海洋地壳主要是玄武岩 当然是火成岩 好 这题目并不难 前面知识都学会 这种题目 就没有难度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28题 这一条是一个图表阅读题 这一题的概念是 问题是要问 哪一个区域可以形成天然水合物 矿床 那题目有告诉我们 这些矿床通常来自于 低温高压的环境里面 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然后它主要是来自 较深处的沉积物里面的 这些天然气分子被水分子包围 换句话说 要成成这种矿床 它必须要在深海的沉积物里面 那有足够或合 适合它的温度压力下才会形成 题目有告诉我们 甲根椅这两个资讯 甲是可以形成天然水合物的温压环境 在这个灰色区块里面 灰色区块里面 是可以形成天然水合物的温压环境 而右边以图 是告诉我们温度水深度变化的情况 一个是海水里面的 一个是海床底下的沉积物 温度水深度会升高 因为它的压力会转换成热 而形成温度往下递增的地温梯度 好 那这一题的选项当中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两百五百一千 这都是在哪里 在海底的平均深度 以上的部分 所以这不可能是答案 因为题目的条件 它必须要在沉积物里面 才能够产生这样所谓的天然水合 天然气水合物的矿床 所以我们消去法 就可以把AB先先消掉了 剩下两个选项 我们可以直接用带入法 1400公尺在这里 我们如果平平的对过来 你可以知道地温是10度 地温10度 它的落点应该在 深度对温度的落点 应该落在这个位置 是吻合 形成天然气水合物的温压环境 这个灰色区块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了 至于另外这个选项 1700公尺 我们也可以画画看 根据这个刻度 1200 1600 那这个大概是1400 所以1700大概比它多一点点 我们对应过来会发现 它的地温大概20度左右 而20度对应到 左边这张深度对温度的关系图 那个天寒水合器的温压环境图 你可以发现它落在这个灰色区块以外 所以这个不是答案 因此答案就可以推理是猪选项 好 我们新关键第一颗讲义没有 没有收纳的考题 我们看一下 这道考题实在考度和效应 严格来说是物理考题 那以这张题目来说 它告诉我们 我们侦测渔行的时候 用声波去侦测 然后经过50毫秒 可以得到回声讯号 可以回到回声讯号 所以如果以这个速率来计算的话 它应该是离我们有多远 应该离我们多远 然后如果以升速来 要计算距离的话 应该是距离 速率乘以时间 就可以得到距离 请注意 这个是1520 是公尺 秒 然后这边是50毫秒 可以测得回波的 回声的讯号 所以你记得这个50毫秒 毫是 千分之一 毫是千分之一 抱歉 所以你在处理的时候 要记得 这个是千分之一 所以乘以10的负3 所以大概是可以算出来 大概76公尺左右 但是要记得除以2 记得除以2 所以算出来大概是38公尺 38公尺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的频率下降 发现回声的频率在下降 那这个按照都普勒效应 频率下降 表示它的 波长在拉长 波长在拉长 那应该是远离的效果 远离的效果 所以运动体 运动体 如果它 这些回音 有这种频率的变化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在运动状态 那 频率下降 波长变长 应该是远离 所以我们就选择38公尺 远离中 这个选项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这一题 这一题是科学家 目前探测海底地形 主要用哪一种仪器 用回音探测法 声纳法 关于大陆棚的叙述 何者正确 基本上是连接在海岸 坡度最平缓 200公尺深以内 坡度比较小的地方 大陆坡 就坡度比它大多了